台股现在涉水推出吗 上个礼拜五 成龙大哥前前专家特别讲到 就算美国现在不断说要收资金收资金 但又如何 当海没有收的那一刻 资金依旧宽松 您看美债十年期供在殖利率 现在又往下掉了 今天又掉下来了 现在跌0.68 来到的位置是1.48左右 当时最高的时候 还来到1.6 1.7 现在全部都往下掉 现在资金依旧宽松 我插播一下 纳斯达克跟标普 最近尤其标普更夸张 标普几乎连续好多天 看一下标普 平创历史新高 所以纳斯达克标普平创史高 台股是不是就涉水推舟 往上攻 我讲这个是来自于这个讯号 也许你会觉得好恐怖 今天大涨怎么会 7月份的逆价差高达99点 不知道 大家问一下微良 因为今天礼拜二 明天礼拜三 月期月选就要进行结算 6月份要进行结算 我当然先帮你看7月份 而7月份令价差这么大 会不会是因为台积电2330 礼拜四要进行除息的关系 因为除息会蒸发点数了 所以我们假设也许来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了 上个礼拜外资还很多的券 你知道还掉不借了 还掉还什么呢 还台积电2330 还了121亿元 所以他不想要参与台积电的除息 因为我如果拿了台积电的息 我还要权益补偿给借券人 因为出借人 然后我是借券人外资 所以这又代表什么的意涵 会不会只要借券金额不多 借券卖出的金额还在下降 这有利于多方呢 因为关股行库现在呈现卖超 而他的卖是不是等同于外资的买盘 有办法继续买上去呢 因为往往外资在买 他就不会会户了 你看英子卫良直接问 刚刚的借券台积电和逆价差很大 是不是都有关联性 而外资的现货百亿百亿 本周会持续吗 那基本上总结这个行情 应该就不会是属于大盘一路往上冲 那首先在外资期货的部分来看 其实这一波涨上来 外资现货虽然买 但是期货有点没有跟上来 尤其就是说当我们每次观察到 这个逆价差 如果持续都维持在这种80点以上 甚至往100点以上来做扩大的情形化 那其实行情有可能在转线上面 他的震荡幅度就会加大 甚至不排除会做一点修正 那另外来讲话 同时刚才也看到 在借券的部分 那其实6月11号 上个礼拜这个单日还券金额 有高达244亿 不过这其中有一半就是来自于台积电 大概就占了二分之一左右 这个是大概每一季台积电 他在除息之前的一个概况了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倒是比较平常心看待 但是后续当然周四除息之后 那外资在整个借券市场的这个金额 不管是蓝色这个棒子 或者说这个咖啡色的借券 卖出的这个金额 如果说是有持续的飙高的话 那可能也会加大大盘 短线上面回挡的压力 那另外就是在八大观股部分 同样也是跟外资因为出现对坐 所以我想这个也会影响到大盘 接下来短线续工的力道 所以你的言相之意是 讯号多空不明 外资的现货买超 本周等不到每天都是买百亿吗 我觉得现货有可能 那反而是说现在外资 它基本上不太会齐现货 全面性的偏多或偏空一面倒 也就是说现货它有可能 也许持续买超半导体的台积电连电 那让这个金额有机会 持续有百亿以上 可是在期货部分 你会发现到 他已经预先做好避险的动作了 这个空单的部分 今天就明显拉高 那也许有可能在本周下半周 这个空单都还会再增加 所以我们就盯着看了 刚刚魏良有说 先看一下还券 因为外资不想要权益补偿 领了台积电的席 然后再把席还给 这个补偿给出借人了 因此如果礼拜四台积电 出完席之后 这个借券的金额不要做标高 借券卖出也不要拉升的话 对大盘反而是个肯定的加分 第二个刚刚讲到的逆甲差 逆甲差的这个部分 千万不要拉得太大 如果拉得太大 期货在低 现货是在高 它就会卖现货 然后期货的不多单 可是期货如果 它依旧是空单 不是靠近3.1万口吗 没有多单的话 那行期就是不对劲 所以外资的现货买超 百亿是等得到 可是要它期现货同步做多 恐怕这个礼拜是等不到的 那么集中市场外资投信的动作呢 那先看外资 在集中市场 其实买超的主轴 就是放在涨价 那基本上呢 像电子这边包含像 半导体里面 联电 华邦电 台积电 这个都是涨价股 那其实传三股部分来讲的话 航运的阳明 长龙 那另外呢 钢铁股的中钢 大成钢 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呢 所谓涨价相关的股票 那总结 其实外资在集中市场买超的 前20名当中 其实今天电子股占7档 那传三股的部分有11档 所以这个比较符合 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类股轮动 那外资它其实还是算 比较均衡的布局 至于说呢 在这个投信的部分 集中市场 20名的买超当中呢 其实电子股就占了高达16档 所以比较明显的 其实投信的方向就是 还是比较侧重在电子股 那其中买超第一名也是联电 跟刚才外资一样 那我建议就是说呢 在这个买超的榜单上面 其实投信可以先观察 就是前四名就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到第五名以后 他的买超整体的一个张数都不多 通通都小于五百张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观察到像 联电 经济 四季钢 国聚 这个都买超在千张以上 尤其是像联电跟经济 这两档个股 又是刚刚跟外资是重复的 所以大概呢 法人的一个看法上面 可能比较有交集 就是在这两档个股 那至于说在贵买的部分 他很明显 因为中小型股为主 那这一波呢 外资投信都是在买电子 那包含像这个源泰 世界 汉磊 那这些大概都是目前盘面当中 在整个线型上面都比较强势的一些 算标股了 那另外可以看到投信的部分来讲的话 也是呢 像我们今天聊到几个焦点产业 像同伯 金居呢 这里也是买超跟外资一样 那另外像这个细晶元部分 就是汉磊合金 晶元代工的部分就是世界先进 所以大概在自己讲个股 其实代表就是说 只要有法人持续的加码当中 他的一个技术现行 应该都还是会持续的 偏向多方的发展 今天的法人的举措还蛮好抓的 我发现从外资投信的贵买布局 再回到了投信跟外资的集中 原来清一色衣埋电子涨价概念股 然后外资呢 对于部分的传产 还有火在烧 钢铁啦 航运啦 多多少少还是抱持着一些了 但提醒你哦 回到了集中的投信前几名 刚会人不讲吗 联电 经济 世纪钢 包括了国具 电子是会慢慢的把资金给吸回来 而且投信是跑在前面的 讲到这一点 我就要感谢临终了 临终来请上来 先麻烦临终 刚刚未来也带到了 唯一的不好的 就是今天的期货空单 既然大增到3.1万口 不是只有期货 连选择权 选择权空单都在增加 讲到这一个 我就马上要去问了 问那个临终上个礼拜的这张 这张我也先带一下了 也就是我们发现到 以前的小台散户多空 散户是反指标 他做多行情往下 但最近不一样了 我也跟观众问了 说最近散户做多行情上 所以这边的散户小台多空 他不再是反指标 而是正指标 因为现在的散户是大户主力等等 很有钱的在这边琢磨 不知道这个点您怎么看 好 先帮我解释法吧 对 那这个当然是同意了 不过其实这一波反弹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小台 可能是城市交易的客户 城市交易 对 例如说我们在这个群里面问一下 他说他有一个500口的小台的多单 一直报上来 那假设你用MACD 例如说或是五天均线的话 实际上你很容易在这附近 就有多单报着 因为明天就要结算了 所以这个多单 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出场 因为看到这一波持续的往上走 做到结算日 对 就做到结算日 那代表这一批的小台 可能是比较聪明的散户 对 但这个是历史上 就是大概我们在统计以来 很难看到这个状况 很罕见的 很罕见 而且你要口述报到那么久 也必须要很有钱资金守候的人 对 那也代表前一波 五月十二号杀得太深的时候 很多人想要 可能把股票也许换成小台 可能过去是报ETF的 也把部分的资产换到期货 好 讲到这个 至少呼应了我们前面的判断 接下来台股的下一步 今天的盘颇漂亮的 仅限位置过 沿着周线走 量约略出来堆先 日KD在八十以上的黄金交叉向上 这边的肯定 而且感谢临终 上个礼拜就告诉我们说 外资没有大汇出资金的理由 在资金行情动能充沛 只要这一条的季线有手 多方防守架 他就继续走多方 伴随第三个条件 就是这一个 法人大户选择权的进步位 如果空单能够继续减 那就perfect 是不是这样 现在这是我们补到今天最新 K也是最新 这个感谢你也给最新 对 那目前这个七个交易人 就是三大法人加这个四大 等于是大户 他的选择权部位 的确是空单在减少 那这一波 他其实已经错得很离谱了 你看他从这个地方开始不空 就是指数最低的位置 他就开始在做空单 所以他其实都没有翻多 沿路空沿路错 对 那其实他在 这个是衍生性商品 我们看到是不是都是空单 但是我们刚才看现货 例如说什么京居连电 是不是投信其实都有买了 所以他代表现货买超 他衍生性商品 他做了很多的避险 对 所以等于是两边是不太一样 也对这一波的反弹 他其实没有太大的把握 那目前结算前 看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对多方还是有利的 因为明天结算 那这一波的结算 上个月是五月大概 十九号附近 那时候是一万六千多 那现在是一万七 所以多方大概有一千多点的优势 不可能在最后一天 压一根黑K放出来 过去经验比较少一点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个多方还是有利的 所以明天拉高结算 几率比较大了 相对比较高一点 拉高结算 来看一下他的资料 所以台股呢 对 那我再带来这张图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上方这个橘色的是台积电 他的ADR 那下方是废程的半导体 那其实废半 我们可以看一下 ADR在废半的权重 其实只有三点六五趴 他其实不多 但是你看其实废半 他就是回到了这个高点的附近 是是是 对 但台积电他其实还差了相当多 所以台积电ADR有补证的机会 感觉上是有了 因为他的这个配息他也增加了 那其实废半 他最大的权重前五大 已经有大概三支回到前高了 像德州仪器 或是Broadcom 或是Intel没有 Intel跟台积电差不多 有点像难凶难度 高通吗 对高通 对这三档其实都回到前高的附近 我们秀一下好不好 刚刚讲到了 德州仪器 德宜IT 还有包括了高通 高跟废半一样 一步一趋 德州仪器 您看快要逼近这边 是 然后再来Broadcom 这边的高点 您看也逼近 是高通 高通 前波的高点在这 一样逼近 不过台积电ADR却落差很大 前波的高点在这个地方 他差一大截 所以虽然他的权重只有3.65% 不过我觉得他可能会朝向那几档 前五大的全值稍微去靠拢 跟着步调 是有机会 好来回到刚刚这一个 所以我们看目前的盘 我们上个礼拜二截的时候 因为当时日KD是往下走的 我们说可能会来回测一下 那结果回测一天 礼拜三是跌的 那后来继续往上 往上代表日KD在50以上 如果都没有破的话 你逢回是可以偏多来操作 短线可以这样看 那上涨的量的话 就维持四千到四千两百 以为最佳 那在上个礼拜二 有一个凹洞量 大概三千多亿 我们说过去的底部 没有一次的量会这么少的 果然那个就不是底 后续现在盘就上来了 所以量维持上涨的时候量增 下跌量缩这是最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肺磅回到前高附近 所以电子的全值股 那有望可以回省 那如果跟传产股能够顺利的健康轮动的话 这个盘应该有机会可以继续往上走 太开心了 我就等这句话 所以电子股当主角的话 请问您觉得它的资金比重 拼高多少 当然就是五十八 对基本的门槛 五十八以上 要不要五成五到六成 当然你越高会越好 那可能可以看到像过去几年的龙井 不过最近比较少一点 因为那三条船实在太强了 OK OK 三条船哪三条 就是长龙 阳明跟万海 那三条船 全值太大 因为那也有小朋友都在看航海王 我懂意思了 好 至少大盘您觉得是 本周有机会它带队 然后电子转强 过前高 所以台股的多方力道在加温 对 它在加温当中 好 大盘知道了 接下来进入到林中的教学 我再次呢 这个林中啊 我们一块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 因为林中的教学共证哦 教了十级 我已经把它绘整好 就在脸书 然后已经八百一千多个 快要将近一千人分享了 共证的大主题我们教完了哦 今天要教 如果短线的KD指标 诸长线的MACD指标 如果不共证的话 您到底该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咯 像短的 如果KD死亡交叉 短的出现很不理想的叉叉 但中长线呢 出现MACD还是正值的加分 那么请问您该怎么看呢 就刚刚林中说的那条船 长荣 你看长荣哦 现在这边出现了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叉叉 不过MACD还是圈圈正值的 这长线 这短线 所以哦 拉回来你买它 您看看您打赚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站在买方呢 待会您中会交 第二种情境 刚好相反 KD黄金交叉 在20或50黄金交叉 但MACD短线是好的 但是呢长线MACD却是坏的哦 XX举例来说 像包括了鸿海 你看这边黄金交叉 这个是好的短线 但长线MACD却是 MACD却是差的不好哦 所以你看一弹高 你把它如果弹高卖掉 接下来好像卖对了耶 因为涨不动啊 所以会不会这种短线好 长线不好的话 你应该是要卖不是买呢 轻掉哦 回到刚刚那个 您怎么看不共振的现象 对 那其实不共振啊 比共振的几率要更高一点 因为其实人生不如意 这是十之八九 你看KD跟MACD 如果他们两个不合的话 其实就不共振 所以技术指标 可以误触人生大道 当然全部的万物都是通的 这就是技术 那我们刚才你已经讲过 对不对 KD是不是短的 MACD是长的 KD为什么叫做短的 因为它很容易黄金跟死亡 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那MACD它不太容易做转折 我们从这个 例如说过去的数据 我们用这个指标的翻转 来回测的这个交易数量 就知道这个的交易量很大 这个比较少一些 所以它是比较稳定的 那你就可以用它来当作 中长期的趋势 所以这个中长线没错 这个中长线 这是多的没错 那它如果死亡交叉 代表现在短线涨多 它可能正在回答 那我如果用这个图 一句话来形容 因为这个是中长线 这个是短线 所以看好咯 如果这个不共振 代表中长线 长线保护短线 对或不对 没错 漂亮 那这个呢 那这个一样 这个是负的 对不对 代表中长线是转空了 那可能跌得太深 跌得太深 短线出现反弹 所以KD才会在第一档 可能黄金交叉 那就是如果用一句话形容 它处在 跌一身之后的反弹 反弹之后可能是让你 稍微解套的个股 这个有可能 不过还是要看后续 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 波段起涨的买进点 波段起涨的买进点 是 OK OK 好那我们回到它的解释了 如果不共振 你怎么去看两种模式呢 对那两个模式 第一种模式 就是我们刚才图片的左边那边 我们把它定义为 长多它正在休息 对所以那个时候 你去马上买进 其实不太适合 因为它已经在休息了 你买它的话 你可能资金要 在那边很久 那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MACD的柱状体 它是大于零的 中线是多方 那但是KD是死亡交叉 就是K穿D往下 那在哪一个位置往下 都算是下了 在80 50 20 其实都是往下 所以这个OK 就是涨多休息型的 那什么时候买呢 你要去注意一下 如果能够在50以上 重新黄金交叉 你在进场 因为左边的图跟右边的图 都是不共振 我现在再会的是 您的股票 在这种不共振的大前提之下 您的进出点 所以这一行我还没讲 因为回到现场之后 临终用白板交会比较清楚 谢谢您来先请回座 今天是技术指标不共振的第一集 把它听仔细了 与其现在行情 如果觉得您不太好做 学调语技巧 学会了终身富贵 总之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让它进行第二题 新的教学不共振之下 什么前提的买卖点 您如何精准 继继继 flag 小川 蜂蜜学